如果你最近在减肥 然后呢你到超市买一些肉类的食品 你看到的两盒肉类 上面的标示分别是 肥肉比例25% 跟瘦肉比例75% 请问你会买哪一种呢 我想这个答案很简单 你几乎直觉的一定会选 那个瘦肉比例75%的 可是当你冷静想一下 一个是肥肉比例25% 一个是瘦肉比例75% 这两种不就都是同一种吗 因为那个肥肉比例25%的 不就意味着它的瘦肉是75% 而那瘦肉比例75%的 不意味着另外的25%就是肥肉吗 可是你会发现哦 当同样的这两种肉品摆在一起 随着它的标示不同 你内心对于这个东西的诠释 还有它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意义跟影响 它就是截然不同 甚至于是南辕北侧的 那么这样的现象在心理学里面 叫做讯息框架效应 也就是说传递讯息的框架不同 会赋予资讯不同的意义 尽管这两个资讯都在讲同样一件事 比如说呢 如果你最近很忙很累 你告诉自己 我要撑下去 还是你告诉自己 我已经不行了 你会发现 你这两句话都在讲同样一件事 叫做你很忙很累 可是当你说我要撑下去 跟你说我快不行了 你给自己的暗示 跟你是否能够真正的如实完成 如期完成 它是会造成截然不同的结果 那讲一个最经典的 你一定听过 如果桌上有半杯水 当你说只剩半杯水 和你说还有半杯水 它是不是给人截然不同的感觉呢 所以其实讯息框架效应 它在我们的人际跟在我们的生活里 几乎是无所不在的 那这也是我经常在教学的时候 会提醒很多朋友 我说 其实这世界上没有不能说的话 但关键在于 你用什么样的顺序去呈现它 就像当你要给别人一个良心的建议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给建议之前 可以先说出 它有哪些地方 其实已经做得很好 而且做得很对 接下来你再给建议 对方的接受度是不是会比较高 可是当你把顺序反过来 当你说出他的缺失 他哪里需要改 然后才最后告诉他 但是你有些地方做得还不错 那请问一下 你这句话等于是白说了 因为对方已经很不爽了 所以这世界上没有不能说的话 但关键在顺序 而讯息呈现的顺序 其实就呼应了我们在沟通里经常说的 其实关键不在于你说什么 关键在于你怎么说 有好的讯息框架 你所说出来的话 别人自然就容易接受 一旦别人愿意接受你所说的话 那么你要有好的关系 这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我是凯宇 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 请在影片里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别忘了订阅旁边的小铃铛按下去 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 我们所制作的内容 另外如果你想要在人际互动上 特别是你怎么去框架你的讯息 让你同样良善的意图 成为别人能收得下来的礼物 你想要在这方面好好地精进的话 那么我很鼓励你 在5月18号开课的人际回应力课程 它会带给你决定性的帮助 我在录音的这个时候 我们的名额已经在倒数了 所以我很期待在5月18号的教室里 能够见到你 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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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